各位大家好,我們今天微塵小花姐想跟各位介紹一下 很有名的所謂的香港天壇米勒大佛 這個事情是在我們2017年參加了香港的國際書展 然後我們發現到了就是其實我們早在很早以前 這個創世主他曾經到這邊一遊 在這邊走的過程裡面他就幫他看到了這個佛 當時1993年他落城的時候 其實他這個並沒有開光 所以他就這樣他就把它開光 那這是這尊天壇大佛的一個非常非常殊勝的英言 那我們身為創世華子 這是創世大佛的傳承者來到自己一遊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這個天壇大佛的正前方 剛才你看到那個影像 這天壇大佛的正前方 它就是什麼? 彌勒山 這個彌勒山其實還有些人都不知道說 原來香港大佛山有一個米勒山 其實就在天壇大佛的前面 這麼大的一座山剛好在它前面 那它對應的直接中國大陸的方向 這就是非常殊勝的香港天壇大佛 這個我們為什麼要把它起名化名給以它一個叫做香港天壇米勒大佛的這樣的一個法 事實上它在這個歷史時期的創世法王米勒 它前求紅船大佛的時候 這是它一個輸的米勒山不是偶然的事 希望大家慢慢能夠體會到 為什麼它被稱之為香港天壇米勒大佛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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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